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享受去计划一趟旅行 能让我更有想象力 找到行动的力量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Ean 我喜欢阅读 更喜欢思考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 给予和分享使我得到的更多 Ean 我想在我们所牧养的弟兄姐妹当中 其实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也看中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 其实我们要陷入到诱惑跟试探的几率就比较低 但是对那些现在已经在试探里面 或者是已经因着妥协 而进入到一些缠累我们的罪 或者我们可以称这些是一些不好的习惯 引头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个软弱当中得胜呢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学会说不 我自己在这个功课上面有很多的学习 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跟别人说不的人 大部分的时候我就说yes 那么我在这个功课里面学习是说 很多时候因为不敢说不 所以最后你的人生里面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祷告 而且你不说不 你花很多时间在祷告跟做这些事情 而且很容易继续犯罪 为什么呢 因为你里面会有很多的不快乐 会有很多的苦毒 会有很多的埋怨 就是说因为我不敢说不 那我就只好勉为其难地说yes 然后最后我就得要为了这个yes 付上很大的代价 所以学会说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们想第一个 亚当跟夏娃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没有尊荣 其实这个不是神教他们说的 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只有这一颗水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所以这个不是神教他们 他们要学习说不 有一阵子有一个口号 你在美国一定很知道 就是just say no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学会说不 他同样对我们生命当中 很多的软弱试探 我觉得第一步 是我们要开始学会说这个不 你知道因为 本来对这个要吃的果子 他们应该说不的 可是蛇就让夏娃 他说 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魔鬼 就让我们学着说yes 你为什么觉得 你不可以得到这些钱呢 为什么你觉得 那个人可以这样对你呢 难道你不觉得你是很重要的吗 他们这样对你 你真的是太委屈了 或者说你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子放纵你的情欲 让你得到更多的快乐呢 其实很多时候他想要让你对他说yes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一切的根源 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必须要坚定地对他说不 对 所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们要坚定地说不的对象 有的时候是我们里面有一种驱动的 有一种不满足的好奇心 那种好奇心 其实有一些东西是真的因着环境的一些的试探所来的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做过 抽烟 抽烟真的很不好吗 我要试试看 我试完之后 我再决定好不好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是 对我里面的这种 我不能说所有的好奇心都不好 但是大部分世界告诉我们所谓的知识 因为他们称性叫做性知识 很多时候你都没有做过 你怎么可以说它是不好的 我们知道现在包括毒品 它很多的行李很多的包装 对不对 做成软糖做成咖啡包 试试看嘛 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你都没有试试看 你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一定要学习对这一种的好奇心说不 因为很多的时候 好奇心真的很多人是被好奇心害死的 所以很多的影头都是因为好奇心开始的 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拒绝的就是我们里面的这种好奇心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很多时候当你说不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说出理由来的 很多人说为什么 为什么是不 你告诉我为什么是不 其实魔鬼也常会在我们里面这么说 甚至我们心里面的声音说 为什么说不 当我们去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 那个人不了一次 借着他下一次就说 好啦好啦好啦 Yes 好 那么所以其实说不是很重要的 是另外一个呢 所以从我们的心里面一开始就对我们的内在 某一些对某些试探 比如说对这个骄傲的事情 对骄傲的试探 我们就要学一说不 你知道OK 让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情语 讲一下骄傲好了 你知道有些时候 这个线是很难区分的 比如说 有的时候当我服饰完之后呢 你知道传道人是会有觉得自己服饰的 还不错的时刻啊 对不对 好 然后我就 我不懂耶 然后或者是说 你蛮想要 你知道最想要就是想要太太来鼓励你 就说你觉得我今天的服饰怎么样 然后我太太就会跟我说 还不就这样 也不怎么样啊 这个事情真的是会蛮让你谦卑的一个经历 因为她就说 也不怎么样啊 不就是这样吗 然后可是有的时候 你也会有这种 觉得自己服饰很差的时刻 那服饰很差的时刻 我说 太太我觉得我今天服饰好差 她说 还不是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说 奇怪你怎么 你怎么好 我觉得很好跟很坏 你都觉得说还不就是这样 她就回答我一件事情 她说 你只不过是上帝的麦克风 真正动工的是神 不要太骄傲了 我太就这么跟我说 你还是神人 讲出来的话 她说 当你这么认为 我讲得不好 所以这些人就不能得救 这些人生命就不会改变 她说 你这样讲的太骄傲了 生命的改变是神做的 你只能做你该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对这些事情 学着说 不 我们要对我们里面那种 好像感觉到 我是这么重要 这个服饰是取决于 我做的什么样子 或者是 这整个教会或机构 是取决于我的表现 这就是一种太骄傲的想法 我们要试着 对这样的想法说 不 另外其实我觉得 你刚刚讲得很好 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 开始生命经历到自由 其实就是学习活在光明中 学习敞开我们的生命 就像你会跟翠芬 表达你的一些的想法 可是借着别人 借着他的一些的 input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发现我们刚才讲到的 就从我们一开始讲的 从私欲 私欲其实如果他学习 活在光中 其实很容易去处理的 私欲新的问题 最怕就是在隐藏的里面 当黑暗面持续在黑暗里 那他就会带来生出 将来有一天他也会生出罪 可是如果黑暗面 在神 如同神在光明中 我们学习在光明中 彼此相交 耶稣的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这是圣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的 就像是你把你里面的一些渴望 你讲出来 你承认自己需要被肯定 承认自己有需要被鼓励 承认自己有需要这些的东西 其实就是操练在光明当中 把你的诱惑 其实可以讲出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胜过诱惑的一个 你已经胜过诱惑的一半了 我说真的 当我们学习 不去遮盖 遮掩 这种的软弱 遮掩 这种就是隐藏 我讲的遮掩不是说 我们要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学习敞开 而且想像属灵的长辈敞开 像牧长敞开 寻求帮助 敞开也要有选择对象 我曾经牧养过一些的弟兄们 在情欲当中的软弱 他们像彼此敞开 结果大家都很软弱 所以他们反而觉得更有安全感 大家都软弱 没问题 我们就去 你敞开对象 一定是要能够帮助你在这方面 越来越多的成胜 越来越多的得胜 我想到另外一段经文这样告诉我们 它说 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各样坚固的营垒 这个坚固的营垒 叫Stronghold 就是用现在军事的用语 就是说一个顽固的阵地 你要攻下它 就像我们看这个钢铁英雄 这个Hexel Ridge 你会发现好像敌军守着这个地方 很难攻下 因为就是很难攻很难攻的一个地方 我们生命当中 其实都有这些Stronghold 那么你刚刚说 我们把它敞开在光明中 这是一个面对Stronghold 很好的方法 另外一个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 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 所以其实当我们要去胜过试探的时候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不相干 可是我们花时间跟神在一起 我们花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 我们花更多时间在敬拜的里面 在祷告的里面 在读圣经的里面 那么这个其实对我们 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这个会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 有能力 可以攻破各样坚固的营垒 在那圣经里面这样讲 它说可以攻破这些计谋 那些拦主人认识神的 这些至高之士 都一概攻破了 而且把人的心夺回 让他能够顺服耶稣基督 所以很多时候我这些试探 可能是在我的里面 有一些至高 有一些骄傲 可是在神的面前 当我在神的面前 花更多时间在敬拜的里面 在祷告的里面 在读神的话语里面 那么这个会帮助我 有力量在这个地方的征战 所以同时我想到这个征战 这个经文让我们提醒我们 特别是我们弟兄很多的征战 不是在外在 有些时候我们一直想去做一些服事 去得着更多灵魂去布道 去做什么 可是其实有一些时候的这个征战 是在我们里面的 面对我们里面的软弱 坏习惯 这些欲望的这个 这个坚固的营垒的征战 可是有些时候也不是 只是困在这个地方 一直想我要怎么样胜过它 胜过它 其实我花更多时间在一起 跟神在一起 我就得到力量 来胜过这个坚固的营垒 所以其实这个坚固营垒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可以来思想 就是一些错误的信念 其实很多的 我发现影头也好 或者这些软弱也好 是因着错误的信念 让我们没有办法突破 举一个例来讲 对大部分在影头里面的人 他觉得得自由是什么 得自由看起来像什么 就是完全不自由 完全不犯 就是我要完全的 比如说我如果在 情欲的影头里面 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就觉得说 我都不可以再犯罪了 我都不可以再上网看 所以他就会很 咬紧牙根 努力 靠着意志力 多久 撑了一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 在两个半月的时候 因着可能考试不好 所以他又 成绩怎么样 或者是他又走回 走回头路 那两个半月 所谓的得胜 会因着一个晚上的意外 他会觉得 我功亏一亏 我所有的付出 所有的努力 这两个半月 我都白费了 然后又要从头开始 所以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 他的循环就是什么 一个月不犯罪 然后又跌倒 跌倒之后就觉得很羞愧 那羞愧到一个地步 所以他会放纵自己 大概几天的时间 或者一个礼拜的时间 突然有一天觉得 不行不行 这样子 我要再回到神的面前 他又开始努力 不要犯罪 都是这样 不断地循环 到最后 他就会觉得 不可能改变 不可能改变 有一次我听一个牧者讲 他的这个观念 完全改变我的思维 他怎么说 他说 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信念 抽屉魔鬼 放在我们的里面 的一个谎言 他说为什么 你假设 你想象一下 今天如果 假设我们要去环岛 骑小孩车环岛旅行 从台北出发 骑着骑着骑着 骑到中立 骑到桃园中立的时候 摔车了 那摔车了怎么办 爬起来继续骑 爬起来 对不对 如果车子坏掉的话 修一修对不对 是 然后从哪里继续骑 从中立 不需要回到台北吗 不需要嘛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你知道吗 抽屉魔鬼 这是很大的启发 抽屉每次都告诉我们的是 你因为在中立摔车了 所以你要环岛 只能够完美 你只能够永远不跌倒 才叫做真正的环岛 真正的得胜 你中立跌倒 对不起 你要从台北开始 所以你知道我以前 在情欲的软弱当中 我一直是在什么 台北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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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点到中立 再回到台北 桃园 桃园 可是他说什么 其实你在哪里起来 你在中立起来 继续 可能到台中的时候 你又摔车 你不需要回到台北 对不起 意思是说 你从台北走到中立的 都没有白费 从中立走到台中的 都没有白费 意思是说 仇敌他就尝试用谎言 窃取 你在基督耶稣里 已经有的得胜 慢慢地我开始 明白一件事 你知道自由是什么 成圣是什么 不是完美 圣洁不是什么 完全不犯罪 它其实是一个过程 自由也是一个过程 慢慢地我就开始 跟我所带牧养的弟兄说 我说你 今天我们祷告完之后 你还是会软弱的 可是你要知道 什么叫做得胜 得胜不是多久没有犯罪 得胜是这一刻 这个时间 这一秒钟 得胜是一秒一秒的得胜 意思说你上一刻跌倒 没关系 这一刻站起来 你可以在这一刻选择得胜 不要让罪疚感 羞耻感 把你困住 好像把你打包回到台北 所以你一直都觉得 我还是没有办法进步 我还是在软弱的里面 所以我跟他说 如果你现在每一天上网看 不该看的东西 然后手赢 我说如果你 你知道什么叫得胜吗 得胜是你每一天要看 变成一个礼拜看两次 我说那天也是得胜 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过程 仇敌就是要窃取 我们一点一点的得胜 让我们感觉 我们还是在原点 我说Oh no 你绝对不要让仇敌 有这样的一个喜乐 不要满足他的心 所以我跟我牧羊的弟兄说 我说你跌倒的那一刻 你发一个简讯给我 你告诉我 说我跌倒 但是我选择站起来 我说我会与你一起站立 我跟你一起祷告 我说你跌倒完之后 立刻大声地祷告 会方言 用方言祷告 意思是说 你不要让罪疚感跟羞恥 再把你隐藏起来 又把你带回到台北 我说那个时刻 神与你同在 那个时刻神兼顾你 那个时刻坦然无惧 来到十人宝座前 你继续 你继续 你只要不放弃 你就会发现慢慢地 你已经脱去了 缠累你的罪 有些人这么讲过 他说 每一次抵挡试探 那都是得胜 每一次我们去抵挡试探 那就是得胜 所以不要轻看 我们生命当中 曾经有得胜 如果今天讲说 怎么样子胜过试探 我们谈到了很多 你谈到了要尊重神 我们谈到了说 要尊重我们的呼召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的命定 我们的呼召是怎么样子 这个会帮助我们 来胜过试探 我们讲到了 要学会说不 还要花时间 更长地在神的同在当中 因为这个让我们 在神的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不要忽略掉 我们曾经有得胜 在哪里跌倒 在哪里重新地站起来 最后我想要分享 我们刚刚讲到说 在大户人家 还有金器 银器 木器 瓦器 所以如果我们 字节脱离卑贱的事 就是贵重的器皿 这段经文的后半段 他讲说 所以我们要逃避 少年人的私欲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和平 其实我想这个结果里面 告诉我们三件事情 第一个 他告诉我们说要逃避 有些时候 某些环境真的不是 你在那边抵挡他 其实你要远远地离开 你知道这个事情 对 你是很有试探的 你知道千万不要说 你就跑到女朋友的家里面 说来 我们在房间里面 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祷告 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件事情 你已经把自己 完全摆平试探 我特别为你按手祷告 这个完全就错误了 就是说你不要给这样的说 你不要把自己放在 这样试探的环境里面去 所以你要远远逃避这个试探 OK 第二个是要找到那些 跟我们一起 倾心祷告的朋友 所以这个属灵的同伴 非常非常重要 你有没有找到好的属灵同伴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 我们敞开对象 你不要去找这个很软弱的人 大家都在讲他的软弱 那讲完之后你说 那大家都这么软弱 那也没什么盼望 相反的是 要能够彼此的扶持 所以有人公圣孤身一人 如果两人就能够抵挡他 三国合成的生日不容易折断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彼此 这个人他软弱了 另外两个人把他扶起来 下一次可能这个人软弱 另外两个人再把他扶起来 所以我们要彼此相互 激发一些勉励行善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个当然就是祷告 不是只有这些 我们这些轻心祷告中 在一起的时候祷告 我们自己也是需要祷告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是说我读书的时候 我都会经过一间店 我一开始 你知道以前有很流行 卖这种日剧韩剧的这种DVD 你知道吗 比如说这个VCD DVD 就是日剧韩剧 有一次我去逛的时候 就发现 后面一整片都是卖 全卖A光 对 都是卖色情 当时我在别的城市读书 在我的城市里面 以前在台北读书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总是可以 我总是会拒绝这个 可是当我到了别的城市读书的时候 那么好像我在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那时候我就受到很大的试探 那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如果继续走这条路 那我就非常受试探 我记得这个店在火车站的前站 所以于是我每次去学校 我就走火车站的后站 我就开始走这个后站的门 第一件事情这个代表 我 你逃避 对 我要逃避这个事情 我要逃避这个事情 第二个在当时我在读 我在那个阶段里面 求学那个阶段里面 我认识了一个 有很好的辅导在带我们查经 也有一些很好的属灵同伴 所以那个时候的灵命 彼此扶持的关系是很深的 有很深的团契关系 所以这些属灵同伴 也带有很大的帮助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谈到这些事情 其实都帮助我们 当我们真的愿意让神来光照我们 我们的内在 有没有一些隐藏的恶 或是有没有一些错误的爱 那么我们愿意让神来调整我们 更新我们 那我想我们就走上了得胜之路 当我们面对到试探的时候 其实我们如果里面是健康的 我们的心里面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们知道主有多爱我们 清楚知道我们人生的意向跟方向 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所有试探的诱惑 如果你正在试探软弱里面 不要放弃 我曾经也在软弱里面很多年 甚至感觉我永远没有办法胜过这个试探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 当我明白我的身份 我明白神有多爱我 当我的心越来越健康 当我学习敞开我的生命 让属灵的长者能够来帮助我 行在光明当中 我发现一步一步的 我的生命开始经历到自由 我相信同样得胜的恩典 也要领到你的身上 不要放弃 神有一个美好的应许 在你生命当中 很高兴我们可以在这里 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你在网络上面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